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热和总管府迎来了一位被雍正皇帝下旨特批身上锁了九条铁链的年轻人,按照大清律例规定,通常情况下即便是身犯十恶不赦之罪的重犯身上也只锁三条铁链,可见这个人得多让雍正痛恨清朝所犯人的铁链一条重打五斤,锁这九条铁链就意味着这个人身上要背负四十五斤的重量,一个人被关起来,身上还要背负四十五斤的重量, 可想这个人得有多么痛苦,那么能让雍正这么痛恨,特意下旨给其身上锁九条铁链的年轻人是谁?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这位年轻人名叫红旺,他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他有一个出名的父亲,康熙帝的第八子印刺,也就是八哥,印刺他的生母是梁飞,卫世出身,信者哭燕子,相貌英俊,康熙很疼赖,由于卫世地位较低, 没有抚养皇子的资格,康熙为了抬高八哥的地位,将他交给惠妃抚养,印刺自有聪慧,且甚小事故,养成了亲切随和的待人之风,熟知满文,蒙古文,汉文等,起码射箭也不在话下,从小就受到康熙的宠爱, 他一直用尽办法,抬高自己的地位,笼络朝臣,加强攻关,想要竭力取悦父皇的那种渴望和急功近利,长大后的他,被称为八贤王,受到百姓的爱戴, 他与皇九子印堂皇十子印印,得皇十四子印之交情非比寻常,康熙的包兄扶权赞扬八哥不误金夸,聪明能干,有德有才,这样的夸赞人脉, 当时的四阿哥印针完全没有事,他也是康熙晚年九子夺嫡中实力最强的一位皇子,在朝廷中的势力非常庞大, 老八印刺更是代替康熙帝招待了蒙古王公,再加上他的狩猎场上慈悲为怀,不肯杀生只抓活的,此时他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对于康熙帝来讲就完全不一样了,印刺拉拢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这让他很不爽,康熙五十三年冬天,康熙带着众皇子前往热河巡视, 印刺原本应该跟随康熙,但十一月二十日是印刺生母梁妃追风,两周年的忌日,印刺为了祭奠生母, 特地向康熙请假,在祭奠过母亲后,印刺派人送了两只上好的海东青送给康熙, 并且带话给康熙,说自己将在汤泉处等候康熙一起回京,海东青是一种草原猎鹰, 也是满洲人的图腾之一,康熙听闻印刺送来两只海东青来孝敬自己,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打开一看,竟是两只死鹰,这就是著名的碧鹰事件,康熙当时就发天子之怒, 认为印刺是在诅咒自己,印刺的夺敌之路,算是走到了尽头, 在康熙驾崩之后,四阿哥印针在这场争夺战中获得了胜利, 或许是因为在九子夺敌中的印象太过深刻, 所以印针在拿到权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掉曾经的竞争对手,印刺, 并且还下旨,让所有的同胞兄弟改名, 而为了能够顺理成章地处理掉印刺,印针也是下了很多心思, 在未登基之前,他便下心思,册封印刺和印象为亲王, 要知道,印刺之前可是和印针争夺过皇位的人啊, 也因此,印针的操作不仅大臣们倍感以外, 就连印刺本人也有些诧异,难道是印针念及同胞情义,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还是印刺的妻子郭罗罗是看得清, 说道,和贺为,律不免收灵尔,果然,就在后来, 雍正便以逐个击破的方式,将印刺的党羽分割开来, 并且还凭借着册封印刺及其儿子的方式, 拉拢了全臣,这波操作,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而在后来,失去了党羽和全臣的印刺便被雍正对以谋害太子, 巨内的理由囚禁了起来,失去了父亲之后, 洪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雍正将洪旺的名字给更改为菩萨宝, 并且将其发配到了热河地区,远离了朝堂, 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争权夺利的可能性。 但毕竟是曾经的天皇贵胄,起初洪旺到达热河之后, 并不需要刑具加深和辛苦劳作,基本就是个监视居住, 起初,洪旺与生母陨寺侧附近张氏和妻子 以及二十多个忠诚的家奴生活在一起, 虽然环境艰苦,但还算得上安逸,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处境却因为一场欧斗而逐渐恶化。 雍正六年正月,热河行宫的千总陈京 在骑马进城的时候被洪旺一顿拳打脚踢, 而且陈京的衣服以及宿珠都被撕坏了, 按照满清惯例,官员进出宫门应下马不行, 而陈京乘马而入显然有藐视大清的意味。 洪旺就跟他打了一架, 但此案并没有这么简单, 根据直立总督的上奏, 口外河屯一共有千总三位, 八总九位, 这些人全部都是康熙朝时期, 康熙裁涉三番十三番的救赎, 三番之乱后, 这些藩王的救赎便被编入内务府, 而且很多人都被是被认为是叛贼, 子孙后代也无法摆脱这样的身份, 而陈京便是这样的身份, 让陈京没想到的是, 自己居然会被洪旺挖苦身份, 用正因此忠于大怒, 将洪旺囚禁起来, 铁链被囚禁的洪旺依旧不消停, 收买了看守自己的三个士兵, 顺便和他们结拜为兄弟, 他画大饼的能力还是有的, 他对自己结拜的兄弟说, 万一皇上将我放了, 我回到京城, 指不定就被封为贝勒, 甚至是王爷, 要真到了那时候, 我一定要将你们, 结义兄弟都接到京城去, 让你们享受荣华富贵, 就这样, 洪旺卸下了镣铐, 继续过着自在的生活, 雍正八年六月, 洪旺离开热河回京圈进, 虽然重获自由, 但他的生活并未因此好转, 他被拘禁在景山, 与三伯云址, 十四叔陨枝等为林, 与家人隔绝, 家奴也被全部流放, 他被关押在一处门窗全部封死, 只留下一个砖洞, 可以通过饮食的宅子里, 由内务府指定的太监负责送饭,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以笔墨自语, 书写《结拜弟兄之名》以排解忧闷, 然而, 他的举动却为坚守所获, 引发了后来的洪旺结议案, 当然从此处来看, 洪旺与他的几个结议兄弟, 似乎并仅仅不是虚情, 还是有一定真情实感在里面的, 雍正下旨, 这内务府派员, 立即前往热河, 将涉案人员押赴京城严审不待, 达崇厄等人大行之下拒接招供, 并供出洪旺有逃亡蒙古之意愿, 此案审理清楚后, 雍正便再次给洪旺上了锁链, 而与洪旺结拜的四位结议兄弟, 则是被刑部从重商议如何处置, 至于究竟结果如何, 便不得而知了, 雍正八年, 洪旺的父亲允四已经去世四年的时间, 雍正对洪旺及其家人, 却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 便可见雍正有多痛恨, 直到雍正去世, 乾隆登基, 乾隆为殊败兄弟们平反, 将洪旺释放, 恢复了本名和自由, 被囚禁七年后, 洪旺终于恢复自由身, 可是此时父辈的恩怨, 随着众人的去世, 都已经烟消云散, 而洪旺也成了闲散宗室, 凭着每个月三两银子的月前过活, 为了生活, 洪旺开始结交底层人, 被乾隆知道后, 大骂他不顾西颜面, 洪旺只能不在外交, 整日窝居在家中, 开始写字, 将自己的一生记载下来, 给后世人留下轻史的重要资料, 洪旺死于54岁, 或许洪旺早已经死于18岁, 死在壮志未愁的18岁, 18岁以后的洪旺, 只是菩萨宝, 愿菩萨保佑他, 可以活着, 洪旺从出生就带有悲剧色彩, 在那个父权一体的年代, 洪旺是被连累最深的人, 洪旺生育了三个儿子, 包括永泪, 苏英娥和永明娥, 长子永泪, 1726至1728年, 三岁那年夭折了, 没有什么记录, 次子苏英娥, 1726至1795年, 出生地点在热河, 活了70岁, 只可惜没有什么封号, 爵位或者职务, 三子永明娥, 1757至1841年, 当第三子出生的时候, 洪旺50岁了, 此时在乾隆朝也恢复自由, 有了相应的职位, 甚至在弘历家族中的怨气, 也逐渐消除了, 34岁的永明娥, 被授予七品笔贴士, 应该来说是特别小的官僚, 跟一个县令的级别差不多, 到了嘉庆朝之后, 永明娥担任过为蜀主事, 副理事官, 理事官, 御史, 副都统, 道光年间, 担任了正皇旗蒙古副都统, 又以官学事务, 内务府三旗事务, 领侍卫内大臣, 应该说, 印刺的后辈, 到了道光朝之后, 才真正在朝廷中能抬头, 我可以送到美名的吾戴, 我可以送到那些照片, 说是什么? 都可以送到美末里面、